本视频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,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和财务状况考虑在内。 昨日澳元对美元下降了30个点,跌幅为0.4%,虽然在盘中有所上涨,但最终收于0.6954,目前依然在0.69到0.70之间徘徊。 而今日上午悉尼时间11点30,澳洲的统计局公布了12月份的就业人数变化以及失业率,其就业人数只下降了1000,远远好于预期的付的12500,而失业率为5.8,略好于预期的5.9%,致使澳元对美元在公布了数据后的10分钟内波动了近40个点。 昨日中国央行将美元对人民币稳定在了6.5630,并于6.5656收盘,为第三个交易日连跌,减少了投资者对人民币连续贬值的恐慌。 而据悉,近几日中国央行动用了100到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。 外加中国昨日公布了12月贸易账的数据为6.9亿美元,大大好于预期的515.5亿美元,导致澳元对美元昨日一度上涨到了0.7047。 而另一组数据显示,2015年的中国铁矿石的进口量为9.527亿吨,上涨了2.2%,虽然对刚才的内需有所减少,但12月刚才出口量增加了11%,全年的出口量为1.1亿吨,上涨了20%, 虽然中国的数据在短时间内强力地支撑了澳元,但最终澳元对美元依旧收在0.70以下,铁矿石的价格跌破了40美元一吨,收于38.43,下降了5%. ACY西万国际认为,不难看出目前的买方与卖方正在0.69到0.70之间激烈的搏斗,虽然中国昨日的数据抢眼,人民币三个交易日连涨,但澳洲的经济跟中国一样,面临许多转型的问题, 大宗商品价格的低迷,商业投资的日益减少,以及停滞不前的工资涨幅都困扰着澳洲的经济,而维持在2%的利率则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旅游业、教育业以及建筑业。 下面大家可以看一下澳元对美元的日走势图。 自去年的9月4日达到了0.69之后,价格一直在0.69到0.7390之间徘徊,而目前的价格则在0.69到0.70之间徘徊。 而澳元对美元的4小时走势途中,30周期的移动平均线在0.70026,而RSI强弱指标大约在33到34左右,表示市场仍然处于卖方的市场。 而双线MACD中,差离值、邮政变富,表明价格仍然有下行的空间。交易者可以采取突破阻力位卖空的策略。 短期内的支撑位为0.69和0.6887,而阻力位为0.6953和0.70。 近期关于澳元对美元的走势可以重点关注的数据是,明日上午北京时间8点30的澳洲的11月房屋贷款许可建署的月率,以及21点30分的美国12月的零售销售月率。 以上为今日的市场分析,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有任何疑问,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